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相信这一切连串的东西震碎了很多人的心 波斯顿那个地震发生不久 在我们以前所住的地方附近 离开我们那个地方大概90英里 有一个就是以前大卫支派发源地 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地震 这是维口附近那个地方 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以为都是跟那个恐怖炸弹爆炸有关 警方现在说应该是与这个恐怖的方面没有关系 但我心里想 因为那个城镇是以前一个邪教叫做David Koresh 那个集中地 虽然当中死了80多人 这个邪教好像已经消灭了 但实际上 我知道的这是在那个地方 还是有很多的人恋恋不忘这个邪教的足迹 因为这个缘故有没有任何一些关系 老实讲 我到现在还是有一个疑问存在在那边 当我们看见那么多的天灾人祸的时候 多多少少提醒了我一件的事情 主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世界末日的预兆 已经越来越近 今天你跟我怎么样去回应呢 除了正在 还有没有一些更重要更优先的事 是你跟我 都需要考虑来得完成呢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 我们在一切的天灾人祸的当中 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人安全感 什么才能够真真正正给到人有盼望 实在也值得我们再次 祷告的时候提醒自己 也希望以行动回应现今的需要 配合大使命的真心 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 活在现在 越来越靠近末世的时代 安全感 不是必然的事情 主耶稣 我们活在一个平安的当中 让我们常常有感恩的心 但另外一方面 也不要忘记 那些在恐惧中度日的人 无论是天灾带来的恐惧 或者是人祸带来的恐惧 或者是家庭 质病带来的恐惧 我都求你帮助我们 带着使命来回应这些人的需要 主耶稣 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 因为你的话 让讲的 听的 都能够被建立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命救 阿们 最近 一些非常 翁动的新闻 我相信 振醒了很多人的心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一中香港的新闻 连续 两天之内 我们看到 报章上 报道的 这个新闻 给我们世界上 很大的一种震撼 有一个儿子 为了要父亲 给他遗产 他以为父亲 不会给的 因为这个缘故 把父母 都杀死 杀了以后 还要把父母 自己 把这个尸体 分到几处 不同的地方 另外一个 也是个儿子 十九岁 因为 父母 不希望他 继续 有那么多的声浪 就是玩 这个电脑的 那些的东西 希望他 能够专心 来得做他的本分 读书等等 有可能 父母对他的管 平常都已经有的 但他怀孕在心 竟然把父亲 斩死 严重伤害 他的母亲 这些的新闻 有多少人 有看过的 好不好 举手 我相信 你要是当时 在香港的时候 不可能 你不知道 这个事情 另外一种 一发生了以后 第二天 我已经收到 从波士顿来 一些的电邮 叫我们 颇切 为到 波士顿 马拉松 终点的地带 发生 当地 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 恐怖炸弹 直击 三死 一百多伤 而其中一个死 是中国的 一个学生 留学生 现在 我们看到了 这些放炸弹的人 是两兄弟 从车程 去到美国 那个地方 是被收纳 成为他们的 一个移民的人 弟弟还在念书的当中 但哥哥 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不能够适应 没有朋友 那到底怎么样 令到他们 有那么大的怨恨 是什么东西 令到他们 竟然 要放炸弹 炸死 那么多的人 我只是听 内幕的消息 这个内幕的消息 从一个电邮来 他们猜想 原来是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认识他们的 猜想 一直以来 他们对美国 对回教徒 各种的行动 非常不满 有可能 因为这个缘故 是为了这个 宗教方面的缘故 也知道 怀恨在心 要报复 但可惜的就是 他的报复 不是美国人的士兵 不是美国人的军队 乃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令到我们的心 非常的震撼 另外方面 美国差不多 每天都发生的 有个做警察的弟兄 对我说 美国人过去 警察 是死于处理家庭暴力 死伤的警察 是各方面原因当中 最高的 换句话说 当我们去到一个家庭 处理他们的那个 夫妻的关系 争奥打斗的时间 就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被其中一方开枪打死 非常多 我跟你讲 我们在美国 幕会 练神学的时间 我也曾经处理过 几次 这些的家庭暴力 一般的家庭都有枪的 我跟你讲 有一天晚上 深夜十二点 一个太太 我们带他们信 丈夫还没有信 带他们查经 这个太太 夫妻之间 是有问题的 三夜十二点多 打电话给我们 对我们说 牧师 快来 他要杀我 我们当时 听了以后 非常非常沉浅 睡衣没有脱 只是披上一个外衣 我们就跑了 到她的家 我们一看到的时间 非常恐怖 丈夫拿着刀 这个太太拿着枪 手枪 我在那个地方 来劝 劝了很久 丈夫不愿意放下 太太也不愿意放下 后来 我们在那个地方 一直劝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解释 各方面的事情 坐下来好好地谈吧 半个小时后 两个警察来了 他们来了以后 看见我们在那个地方 跟着下来 发生了什么事 叫那个太太 立刻把那个枪放下 刀要放下 跟着下来 就问我们是什么人 我就对他们说 I'm the pastor 我是牧师 这两个警察 一听见 我是牧师 OK You handle it 他们就走了 我跟你们讲 做警察的弟兄告诉我们说 他们最不愿意处理的是 家庭的暴力 原因在哪里呢 你不处理不行 在处理的时间 你根本不知道 毫无防徽的 你都不知道 里面的人有没有墙 因为你进他的家 你在暗 他在明 他有预备 你没有防徽 很容易 这些的事情 会发生 另外方面 美国的统计 死于本土 这些的暴力 沧沙案的人 比死于战争 军队的人数 远远超过 那个数目 换句话说 美国人 死于战争的人 远远不及 及不上 他们在本土 死于这些暴力的 那些的人数 因为这个缘故 美国人都说 其实最恐怖的战场 不是伊拉克 不是阿富汗 最恐怖的战场 是美国本土 每一个不同的家庭 校园 这些的地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又问一个问题 今年这些的问题 我们表面看来 只是在美国发生 其实今天 留意来的 看的时间 在我们香港 是这样发生 在中国是这样发生 到处都是这样来的发生 而且这个趋势 是越来越多 我们又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那么多 这些的事情会发生呢 老实讲 安全感的需要 是人与生俱来的 那到底我们 怎么样来的防止 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呢 美国最近议员 提倡 要立法 容许学校 有这个特警 进驻每一个学校 跟着下来 政府的官方的回应就是 我们何来 有那么多的特警 能够派到每一个的学校 建筑 要建筑 你建筑多少人 你人少 你怎么样应付那些的人 他们要是有心的时候 你这个特警是没用的 结果议员又提议 我们特许 学校每一个老师 都带枪 回学校 甚至有议员 特别是那些枪会的 那些有关的议员 他们提议 我们的枪 应该这个火力 比一般的人的火力 更大的 你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学校变成 什么样的学校 不是学校 是战场 你的火力大了 宅的火力更大了 要杀你的人的火力更大了 你用枪吗 我用炸弹 你看看 到时候 连火箭 都可能出动 你怎么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今天 很多的人 以为 以牙还牙 我们就可以 带来我们的安全感 只要我们有枪 我们就有安全感 那这是一般的人 我都可以说 包括很多组内的牧师 我不说他们的名字 他跟我争论 到底美国 可不可以容许 一般的百姓 我们有枪 我是反对 但他们说 安全感 是与生俱来的 只要我们的武器 是用来防卫 为何不可 原来很多牧师 都有枪 在他们的家 我就问他们 一个问题 我们有枪 是不是可以保证 我们有安全感 弟兄姐妹们 今天给我们看见 不一定 我们看见今天 美国的人 差不多大部分 都有枪 你说美国人 有安全感吗 我感觉到 美国人的安全感 比我们完全没有枪 的香港人 还要低 原因在哪里 我们今天就来着看看 松下的争议 我们一起来着读读 今天的经文 对我们有非常大的 一个提醒 马太福音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找到 我们请弟兄 读一节 姐妹 读一节 读完这一段的圣经 弟兄们 丹树节 请 你们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又说 凡杀人的 难免受审判 难免受审判 反骂弟兄 是拉家的 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活 弟兄 所以你在祭坛上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了弟兄 向你怀愿 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一同告 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 就赶紧地 与他和系 恐怕他把你 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给牙医 你就行 下载见你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 还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 我们首先来看看 松沙的争议 到底什么是杀人呢 什么是杀人呢 我们来看看 今天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的地方 处理过这个事情 圣经非常清楚的 你们听见有古人说 是古人的看法 然后耶稣基督 继续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他把他的看法 来做一个对比 我们看现在古人看了 是看这个行动 不可杀人 他们只是看见 这个杀人的行动 但是耶稣 却是把从这个行动 带我们去到 我们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东西 引起这个行动呢 为何今天 波士顿这两兄弟 要用炸弹 来炸死那么多人 炸伤那么多的人呢 为什么两兄弟 为什么这个兄弟 我们看见不少 要杀父亲 杀母亲 为什么儿子要杀父母 为什么兄弟 伤产 为什么丈夫要杀太太 太太要杀丈夫 为什么 当我们留下来看到 那么多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得看见 今天一般的人 只是 来到收集残局 没有看到怎么样 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 美国人 他们以为的预防 这是多一些的残戒 我们多一些的武器 装备好一点 但其实 这个不光不是一种 防备的一个态度 反而是惹了更多的人 用更强大的武器 来跟他们作对 今天 我们来看看 杀人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 不可杀人 因为杀人的难免受到审判 香港对杀人 有三种的分别 第一种是 苏裔的杀人 谋杀 这些的人 最少判二十年以上 以前有死刑 后来这个死刑 没有了 就变成是无奇徒刑 第二类是误杀 误杀就是没有 完全没有一个动机去杀 但是错所杀了 那这种的情形下 地方的法院最多可以判七年 高院 可以多于七年 但同时也可以少于七年 所以这个就是分别 所以要是在地方法院 那个审的时候 这个 惩罚最多最多 是可以判七年 第三类是 自卫的杀人 这种的人是 没有罪的 我们来看看 耶稣基督 把我们 这个注意力 从杀人这个行动 带到我们的动机 那个地方去 耶稣讲到一样 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防止的 预防的方便 最重要的 是防止我们有怒气 愤怒 圣经 这段的经文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路的 难免受审断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公会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茉莉的 难免地狱的火 弟兄姐妹们 这段经文 是整段经文当中 最难解的一段经文 到底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 耶稣说 最重要最重要 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情绪 失控 而带来愤怒 耶稣讲到这个事情的时间 已经到处到处了 很多很多人 为什么后来会杀 误杀也好 谋杀也好 什么都好 为什么 原来 杀人 伤害人 往往是因为我们不晓得 处理我们里面的情绪 一个人怎么样 会发怒呢 弟兄姐妹们 有几种的情形 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 第一 当你看不惯别人的态度 做法和说法的时候 你会动怒 试过吗 弟兄姐妹 当你看不惯别人 这些的态度 说法 做法的时间 你会有怒气的 试过的好不好举手 相当多 所以这个世界很多 虽无故犯 面目可证的人 有可能 所以你看不惯 第二个方面 别人对我的要求不合理 所以我们愤怒 有多少人试过的 好不好举手 你看一个 一个十九岁的儿子 为什么杀父亲 伤他的母亲 就是他觉得父母 对他的要求不合理 所以杀他 第三个理由 我对别人的要求很合理 他却不做 你也会动怒 有多少人试过的 好不好举手 特别父母 对孩子们 试过的好不好举手 我看大部分的 父母都应该有份 另外一个兄弟 为什么杀他的父母呢 因为他要求 他要求把遗产给他 记不记得 报章就是这样报道 他父母没有说 对 给还是不给 他就以为父母不给 所以就把他杀 杀了以后 连尸体都肢解 我们看见 这一切的东西的时间 你就发现 情绪失控 往往是因为这些的理由 我相信很多的人 都试过这些 但圣经就告诉了我们 凡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到底这个怒 是什么怒呢 原来圣经当中 有两种的怒 因为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 耶稣都有动怒啊 他的法利塞人动怒啊 神不是非常恼怒吗 在救援很多的地方 怒气冲天吗 弟兄姐妹们 原来在圣经的当中 怒这个字 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 第一个希腊字 叫thermos T-H-U-M-O-S thermos这个字呢 你可以把它形容为 就是椰食的冲动 好像说 这个的草 已经干了 干到一个地步 连一点点潮湿的 那些的现象都没有了 完全百分之一百 另外一方面 只要有一些的火风经过 有些石块 跟另外一些的石块 创在一起 一点点的火星 星星之火 就可以把这些干草 燃点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的情绪 已经失控了 你只要一句的话 你只要一个的动作 一点的行动 就会引起了这些的问题 这个叫thermos 或者是tumos 另外一个字呢 叫orgue 那orgue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无缘无故的 是内心 是内心先有一种的偏见 你憎恨某一类的人 憎恨某一个的人 心中有一些嫉妒在里面 有苦毒在里面 你一早已经想到 怎么样把这个人 来的处罚 怎么样把这个人 来的去 处理掉 把他干掉 圣经里面提到 凡向弟兄 动路的 是指到这个 orgue 这种的路 是有动机的 这种的路 是有 里面 一早已经 隐在 藏在里面 这种偏见 憎恨 苦毒在里面的 而且一直已经皱作 希望那个人死掉了 这些的怒气 是圣经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跟我 必定不可以 好了 跟着下来 他对我们讲了 两个的字 凡骂弟兄 是拉家的 拉家 是亚兰文 Raka 这个亚兰文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无四处 无料的 你们知道 什么是无料吗 无料子 有谁知道 什么是无料子 就是 植物 无文 也可以说 就是 完全里面 没有任何 一生的内容 一无四处 人头 诸老 这是今天很多人 讲的 这些的话 没老子的 头大 生草 这是那些人 那这个是 形容一个人 侮辱一个人 没有智慧 没有能力 是伤害他 压扁他 就是这样 侮辱他的 一个的智 圣经讲得很清楚 凡骂弟兄 是拉家的 难免工会的 审断 连我们今天 在世上都好 我们用语言 来着 侮辱一个人 来着压扁一个人 操不起一个人 歧视一个人的时间 连世界的律法 都要处理它 同意吗 在香港 都有同样的 诽谤 各类不同 用污言 谓语 来着去 侮辱一个人的时间 往往 他都会 约上了官非的 好了 跟着上来 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个 反骂弟兄 是魔力的 什么是魔力呢 魔力 是希伯来文 弟兄姐妹 一个是亚兰文 一个是希伯来文 在汁液而言 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原来魔力这个字 就是笨蛋 人头诸牢 就是这个意思 完全没有智慧 就是这个意思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 弟兄姐妹们 头一个是针对 能力与智慧而言的 Rakar 就是拉家 但是来到 这个的时间 Moray 是针对 一个人的灵性而言 是一个人的生命而言的 原来诗篇 十四篇 第一节 于还人 说没有神 或者于笨人 说没有神 那个字 就是Moray 这个字 就是魔力 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 所有一个人 是笨蛋 我心里想 主啊 我岂不是 都要难免 地狱的火吗 很多时候 教孩子 做数 做那个数学的 那些的题目 很多时候都说 你有没有老的 真是笨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有骂过人 笨的 好不好举手 那 诚实一点 有多少人 骂过人 笨的 举手 好吗 举高一点 特别教书的 跟教孩子 做功课的父母们 我跟你讲 我们很容易 犯上这个问题 是不是说我们骂他是笨蛋 就一定难免地狱的火呢 弟兄姐妹们 最重要 最重要一件事情 不是骂一个人 是笨蛋 圣经说是什么 烦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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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骂弟兄 是 魔力 原来魔力这个字 是一些不信的人而言的 魔力这个字 是对抗神的人而言的 在九月的时代 这个字往往是指责 这个外邦人 是不信神的人 信偶像的人 拜偶像的人而言的 现在 我们竟然把一个弟兄 说 这不是属于神的 你是属于魔鬼的 你是拜偶像的 你是那一类的人 弟兄姐妹们 这个才是关键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 把自己当作是神一样 来得论断一个弟兄姐妹 他的灵性 论断一个弟兄姐妹的 得救与否 论断一个弟兄姐妹 他的灵性的程度 各方面的事情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来得看见 圣经对这些的人 有非常非常清楚的 一些警告 当我们骂弟兄 是拉架 针对他的智慧 针对他的能力 我们要小心 在社会上 你是受到规范的 你在社会上 也随时会被 控告的 控诉的 但是 我们要是知道 灵性的上面 把一个得救了的弟兄 来得说成是没有生命 是下地狱的人 不信的人 败偶像的人 与神的国没份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圣经说 这个人就难免 什么 地狱的火 到底地狱的火 到底地狱的火 是什么意思 原来地狱 Gehanna G-E-H-E-N-N-A Gehanna这个字 是从一个 旧约来的 一处的地方 来的出现 到底这个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弟兄姐妹们 原来 在历代之下 二十八章第三节 讲到 亚哈 是拜巴黎的 他因为拜巴黎的缘故 出卖了他的神 甚至在当地 一个叫 任之谷的地方 任之谷这个字 G-E-N-N-A 第一个字 真正就是 地狱这个字 原来的出处 这个字要来干什么呢 原来任之谷 当时是要来 烧这个垃圾 焚烧垃圾的地方 所有人的垃圾 都倒在那个地方 来把它焚 差不多等于 现在的魂化炉 差不多这样子 很可惜 本来是烧垃圾的地方 亚哈竟然因为拜偶像 跟随了旧约 那些拜偶像 拜巴黎的人的习惯 要以色列的百姓 把他们的儿女 来的献祭 把他们的儿女 在这个嫩子谷焚烧 来的献给巴黎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地方给我们的看见 一些像历史的地方 本来这个地方是烧垃圾的 现在竟然变成烧 神知名的孩子 神选民的儿女 因为这个缘故 烦骂弟兄是魔力的人 我们要小心 其实我们差不多 等于怎么样 是等于影响到这个人 甚至他的孩子们 影响到其他的人 都对这个信仰开始怀疑 甚至自暴自欺 甚至离开了神 甚至失去了他们以后 有机会认识神 得救了机会 因为这个缘故 耶稣曾经讲过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要是我们把一个人 绊倒这世界 你倒不如把一个大魔石 绑在他的颈像 把他扔在这个深海里面 都比不上你绊倒一个人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见这个地方 是个非常严重的 严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你杀他的身体 都比不上你毁坏他的灵性 更严重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就来问问 难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要受到 是将要受到 那是不是他一定要杀地狱呢 并不是一定有这个意思 乃是说 这个审判 就好像嫩子骨 焚烧那些的一样 甚至有可能 那种的痛苦 将来会出现 我们现在就来来看看 有几个特别的人物 到底这些的人物 为什么变成一个 整个世界震惊的杀人 松手 第一个 Oxford 杀害美国的总统 Kennedy 第一个松手 我在达拉斯的时候 我去过那个建筑物 有人介绍给我们知道 松手应该在这个地方 来得开墙 人家当地也有一些的图片 有些的新闻的报道 到底他是怎么样谋杀 这个美国的总统 我最有兴趣就是看看 这个人的家庭的背景 原来这个人的家庭的背景 一位父母离婚 几岁大的时间 他的母亲带着他 改嫁给另外一个人 但是他常常受到后腹的打 伤害 骂 骂他是垃圾 骂他 没有用 骂他 就是完全依钱不值 甚至要把他送走 常常活在一种被打被骂 在这个环境当中 十几岁 他就不再读书了 后来 他一到服兵役的时间 大家参加了军队 以为参加了军队 就可以洗脱各方面 这些不好的回忆 其实没有 他的工作除了服兵役那段的时间 其他的都是几个月就被炒 几个月就被发扰 几个月就没有 服兵役之前 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但这个女朋友的本身 在他有一次生日的时间 Ospot买了一份的礼物 给他的女朋友 怎么知道 在十几人的面前 女朋友竟然把他的礼物打开 打开了以后 拿起来 高高举起来 高声对十几个来宾来的说 你看看我的这个男朋友 他最多最多 只能够送这样的东西给我 然后丢在地上 公开侮辱他 Oxford 年幼的时候 也曾经去过主义学 他的主义学老师 有一段忏悔的话 写在那个地方 这个老师说 他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第一次来到的时间 是全班的主义学的小孩子 都笑他 他要禁止那个小孩子 不要笑 不要取笑 他关心过这个人 第二次再来的时间 这个老师 没有想象得到 曾经警告过 那些的同学们 不要取笑任何人 但竟然有些人 下了主义学课了以后 还是取笑 这个人只是出现了几次 老师后悔的是 没有去拜访他的家庭 没有继续联络这个人 因为这个缘故 当谋杀 甘乃迪总统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这个老师忏悔 这个人变成一个魔鬼 我都有责任 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见 原来当我们侮辱一个人的世界 那个的杀伤力 是何能得大 另外一个人 Brievick 挪威的这个极端分子 杀了一些挪威一些的精英青年人 伤了很多很多的人 甚至在监狱的当中 他说 他一点他懊悔都没有 他说 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 你给我出去的时间 我还是要继续 还要杀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令到这个人那么大的仇恨呢 原来他的仇恨 一方面是因为他极端的信仰 他觉得其他的人 已经是无神论的 他才是相信神的 第二个方面 他觉得整个的挪威 已经被外族的人占领 特别是那些的回教徒 他非常愤怒 那些容许外族 进了他们国家的人 这些的人 成为他仇恨的一个对象 第三个方面 有人说 这个人应该跟 希特勒 新的纳粹主义 分不开的 信息相关 他骂 其他的人 藏夺了本国的人 就业的机会 但其他的人取笑他 特别这些精英 曾经取笑他 没有爱心 偏见 他的信仰是假的 是没生命的 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人怀恨 在世 用了很长的时间 来地转眼 各种不同杀人的武器 而带来的结果 一发 不可收拾 弟兄姐妹们 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 不是没有原因的 跟着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 处理怒气的迫切性 既然怒气 带来那么严重的影响 地上 法律会审判 我们因为怒气 失控 而带来一些伤害人的东西 另外方便 连天上都有审判 审判什么呢 审判我们因为 侮辱一个人 贬低了他的灵性 说他不得救 而带来的一些伤害 神也说 难免地狱的火 因为这个缘故 处理怒气 是非要不可 而且 是非常非常迫切的 我们首先 来的读读 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一起来的读读 这一段的经文 请 所以 你们在祭坛上 若一文钱 还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在这个地方 给我们看见 处理怒气的迫切需要 为什么是迫切的需要呢 是基于前面告诉我们 你像一个弟兄 动怒 你骂他是拉家 你骂他是魔力 产生出来的结果是 那么严重的时间 我们的必须要做的 不是借助我们去 开枪杀人 乃是禁止我们心里面 有怒气 到底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愤怒呢 首先 圣经告诉我们 你必须要看出你 我们的怒气 有种迫切的需要 所以 你在祭坛前 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了 弟兄 向你怀愿 弟兄姐妹 你记得 不是你向弟兄 怀愿 是弟兄 向你怀愿 那为什么弟兄 向你怀愿 你都要走多一步 要与他和好呢 很简单 因为他的怒气 你不好好处理的时间 跟他下来 是什么 杀人 很容易 就导致到杀人 另外一方面呢 你自己本身 都会有罪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献祭的时间 你想起了弟兄 向你怀愿 你就必须要 放下礼物 先去那个地方 与他和好 我想 问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 曾经试过 被人埋怨你的 好不好举手 多少人曾经 试过被人 对你不满的 有人对你不满过的人 好不好举手啊 他们都有份的 是不是 他对我不满 应该是他错 那这是一般人的心态 是不是 是他错 因为你对我不满嘛 但是现在 圣经告诉我们说 对 圣经并没有说 他没有错 他有错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错的人 你也有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无论是误会也好 什么都好 有可能 你跟我是要去做 难不难 别人向你怀愿 你还要向他和好 低声下气 难不难呢 很难很难 我自己本身 也学了很多很多 牧羊一个人 你劝他与妻子和好 用尽你的方法 做了各方面的东西 为他好 竟然 被他骂 你多管闲事 甚至有次探他的时间 他拿笔手枪拿出来 对着我 对不起 我现在叫你走 你还不走的时间 我不客气 美国募会是这样子 所以老实讲 虽然非常享受 我在安利等的时封 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觉得安全多了 最多是被人骂 这是宗教极右派 基督教塔利班 最多是这样子 随便他骂你 没问题的 但美国是拿枪出来的 我跟你讲 试过多少次 四次 处理家庭的事情 都有手枪 在他们的家中 我当时为了对他 心中突然出现 有人向你怀孕了 你怎么样 你得对他说 弟兄 你打死我 不要紧 我是关心你 跟你太太的关系 我更加关心 你们两个孩子 他们的前路 你好好想一想 我不是住在这个家 你觉得 你跟我太太 这样的那个光景 你开心吗 你有安全感吗 你睡得着吗 我怕 你跟你太太 继续这样下去 你这样对你的太太的时候 你的孩子们长来 都会将来的对 你想想看 你们的家事 我可一概不管 我只是出于关心 要是你不愿意我关心 算了 我答应你 我不会站立 我就走了 容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回到家中 我祷告的时候 主啊 哈利路亚 不是我不愿意 是你不许啊 所以以后 我松一口气 不用再管 这些麻烦人 我感谢了主 想都想不到 两个礼拜后 他的太太打电话来 他进了医院 高血压 两百 他说要见我 我想问你 你去不去 有多少人 都是去的 好不好 举手 哇 你们真厉害 很够胆 我当时的心 虽然不愿意 但是我还是去了 我去到那个地方 我先为他祷告 祷告完了以后 我跟他下来 我对他说 要是你不认罪 你不悔改 神不会与你同在 你的血压 也不会低下来的 你的血压要低下来 首先 你要让神进到你的心中 降低你的血压 他说 怎么样让神进来 我就告诉他 A B C A Admit 你承认你是无力 自救的这人 B 相信耶稣基督 是你唯一的救助 你愿意悔改 C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Confess 救B 得救 想不到 这个曾经拿枪 来指揍我的人 就这样决志 祷告 弟兄姐妹们 很多这些经历 给我一个感觉 这个感觉是 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 神就要给他 知道 凡事在神 都是可能的 第二个方面 时间上的迫切 趁着还有机会 趁着还有机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的形容词 非常非常好 你趁着还有机会的时间 你就尽快要做了 赶紧了 第三 态度 这个态度怎么讲呢 一文钱还没有还清 都不算数 你都不能够逃避这个审判 一点点的罪 还没有搞清楚 认清楚 都不能够 都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这个缘故 这段的圣经 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 处理 人与人之间 这些松杀 伤害的根源 首先 处理我们的怒气 你愿意吗 弟兄姐妹们 你愿意吗 我们低头 我们低头的时间 我首先都 请问 有多少人都曾经 因为试过 怒气 也是到语言上 伤害过人的 我请你举手 请放下 多少人因为这个 愤怒的缘故 在行动上 伤害过人的 请举手 请放下 多少人因为这个 愤怒的缘故 在背后 讲过人的 讲过人的 都请你举手 请放下 弟兄姐妹们 有多少人 你知道有人 向你怀孕 不满意你的 我也请你举手 请放下 圣经告诉我们 你不要等 那个人向你 道歉 你主动向他 道歉 对不起 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我曾经对你不满 或者是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我知道你向我 你对我不满 你向我怀愿 我不是完全人 我可能有些伤害你的地方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你能够告诉我吗 我愿意 向你赔罪 有多少人 你愿意这样 回应主的 也请你举手 感谢主 亲爱的主耶稣 你看到我们的手 你要知道我们的心 我愿意在这个地方 向你励志的 弟兄姐妹 经历你的出路 平静我们的怒气 也平静地向他们 怀愿的人的怒气 你又知道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安全 我们也能够 因为我们的行动 可以建立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